不是 我不要求高 你最起码得跟我一般高 不能比我好 你打跟你说我说对不 对对对 有没有一米七 哪有一米七 没有 我不是 那有点 多高 你没看 一米六 一米六 八六九 这一米 一米六八 那这不都一米七了吗 这不一米 他哪有一米六八 他哪有一米六八 他我一米六八 他哪有我高 没有一米六八 你看我一米六八 你没我高 你怎么能有一米六八 这李仪还真是心直口快 想啥说啥呀 直戳张熟的痛点 但说归说 李仪觉得不能只看这个 了解内涵才是最重要的 此时正好到了饭点了 于是我们的红娘决定 这北山啊 咱就先甭逛了 还是就近找个饭店 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吧 你念 你念吧 我要你吧 刚才内蒙那个洋药画一下吧 内蒙 不用 大哥你不用那么飞吃了 你就这么咔来个对号就走了 在李仪面前张熟瞬间像个小学生一样 本来对于点菜就没啥惊艳 被李仪这么一说呀 更让张熟固知所措了 你看 这么挤 这一手挤那一手拿筷子 往那挤往这挤 往那挤 往那挤 生的这是 这是啥呀 嗯 山里人 不是 再说我吧 很少下午饭店 其实我没来饭店吃过几回了 那让我先饭 你总下饭店呢 我姑娘总要我总领我下饭店 好 要啥会点 我这是没人领 自己也不去 一个人往那一坐像啥的似的 张熟的话透露着些许的心酸 可见之前张熟的生活是多么的孤独 李仪虽然语气冲说话直 但也还是会时不时的给张熟夹夹菜 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啊 熟细心 熟不扯得给自己花钱 但熟对媳妇好 舍得给媳妇花钱 舍得吗 舍得有啥用呢 她不也跟你离了吗 那你再找媳妇还舍得花钱吗 我这种性格改变不了 你看你这所问非所答应 你舍不得花钱 你整到性格去了 就是跟媳妇 我就舍得给媳妇花钱 我就这种性格 人叔刚才的解释就是说 我就跟性格的人 这位子变不了了 就是对媳妇好 就是舍得给媳妇花钱的人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你想找个啥样的对象啊 我想找个就是智能之悦 互相有头有外面 他能有包容心的 你家都那个 你家务都会干啥呀 家务啊 他干啥家务啊 他最想的 他沟通都有问题 你看他你说话他都领悟不到你 刚才姨爷问你想找个啥样的 你问问姨想找个啥样的 我知道了 他要找一个1米7以上的 是 咱俩个是差点 我好像是没你高 是不是 不 那咱俩比你多少 最后费 不用 不用比个 我没穿高的鞋 你子定是比我高 我也没穿高 我也没穿高的鞋啊 你看看 哦 差这么大一块 差多大 这么大 他比我们高这么大一块吧 对 2米3 这是2米7 我看的是 demands 这是第一点 他首次 对 他小奶 你给我提出问题 你真在意他的个儿的事吗 不是说个 就比方说其他条件都行 就差这个 那咱也可以考虑 是不是 那没有完人 其他方面也不行 哪方面不行 无完也不行 完了问题是沟通有困难 问题是你没法沟通 你说话他都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所问非所答 你这怎么搞得行 抛开个头先不谈 他觉得张淑跟他聊天时 总是对不上贫 一个说东一个说西 压根啊 闹不到一块去 看那个就是 就原来不完 我天天看 常见时候很少 给他打电话 那女的 那女的啊 女的你像那 你可以跟他打电话 可以给他打电话呀 找你们就能找他们 对 我还琢磨呢 这怎么能搭上桥呢 有的还真瞅着真想着我呢 你爸爸就是想我找个啥事的 完了你说 然后一扑个上电视的 反正有的符合你这个人 就来找你了 有的个矮的也不挑个的 对不对 还有女的一米五多的 对不对 对 我就是不挑个 你就是一米五六 比我高也行 一米一米五 一米六 一米六 啥子也一米六左右 老子本身就是好样的 但是你跟他说话 你说东他回答西 你这个玩意怎么着 刚才我跟他说的多明确 我口齿又不是不清楚 我说你需要找个啥 电视机前有的不嫌我个矮的 那你就说了 完了他整别的这个 不知张叔今天是紧张 还是故意为之 自己的优点也是啥都没说出来 我们的红娘是跟着干着急啊 既然来都来了 张叔能来吉林生活这事啊 我们觉得最后还是得跟李仪说说 争取一下 就是咱俩岁度还行 我六十他六三八三四 那就是 就是个儿 个儿 他一个没合口 人家姑娘都不一样了 熟那个个儿咱这没办法了 但是说咱不再没合口这事 你表得太 我回去问一下子吧 老子能来吉林啊 那你不是说得跟姑娘商量吗 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了 张叔告诉我们 虽然他觉得李仪挺好的 但是李仪的态度 他也觉得十有八九 俩人没戏 所以饭桌上说问姑娘的意见 也是为了避免尴尬 回来的路上啊 李大姐跟我们的红娘说 自己直来直去有啥说啥 这都习惯了 要是张大哥说话唠嗑 也能是齐了咔嚓的 其实个儿头啥的 还真就不是他最看重的 但是张大哥呢 还真就有点被李大姐 这直来直去的性格给伤着了 所以说呀 俩儿在性格上 还是有些不合适 于是呢 我们又给李大姐 介绍了一位 说话唠嗑 贼拉坎快的王大哥 王鼠 这呢 等半天了吧 王国柱67岁 丧偶省军区退休 退休金2400元 与外孙同住 住房面积75平 这还做饭呢 大鱼都要顿上来 对 你这忙活着 你来正式介绍一下吧 介绍介绍一下吧 这是王叔 你好 老公是王叔 这是李姨 你好你好你好 姑妈这李姨是一心麻糊着做饭的事了 自打王叔进屋啊 俩人也没能好好地说上句话 好不容易等鱼顿上了 这才有功夫坐下来 跟王叔唠唠嗑 老伴走多少年了 5年 5年 何病走呢 心衰 心衰加上那个胆能炎 俩病合一起 你愿意生气 愿意生气就 胆子 那就是 你给气住了 连打带气反正就死了 别打了 你不是说叫我气是吗 我气不行还得打 说开玩笑吧 心脸啊 还行 还行 可以 也是一个官官女 性格挺好的 我姑娘是08年走的 什么病 老出去 这月 何大岁上了 39 给我扔一下两个外孙子 这大外孙女马上结婚了 还有25天 这个月30号结婚 啥都成炒饭完了 剩个小外孙子 也22了 我们俩一起过来 你们给小外孙子再一次 听到王淑跟外孙一起生活 李怡略嫌有点犹豫 继续了解一会儿之后 便问出了她关心的问题 那你外孙子那样子找不一样 你说样不样 昨天还告诉我呢 我说明天跟电视台上吉林去想老太太去 我外孙子说去吧 看看要好的话 行的话 咱就给她领家了 你帮我一下 你做法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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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干活 不愿意 不用不用 谁 我干完了 吃完了 你收着 我在这坐着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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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你做饭 我操了 李怡略你还有你们孙子 我孙子 你上班 我几乎就看不着展望 那她爸呢 她妈 要说这一会儿我妈妈干啥笑 她妈出嫁了 她爸出嫁应该带她去 我还出嫁了 你不得带着我姑娘 对不对 给你老爷留是算这样的 老爷也没有发生义务 那说爹妈都没了 那就老爷管子正常 这就是我一哭都哭 哭在管 这家里那小外孙子四岁 她爸就在外面有小三了 就不回家了 他跟外孙子受不了 要做二人 很显然李怡比较介意 王叔和外孙同住这件事 但凡事都是有商量的嘛 李怡觉得继续再了解了解 再做决定 也给彼此一个机会 你喝酒不 不喝酒啊 那不喝酒就从干 我就跟你说 不喝酒不抽烟 不打不架 好人 三五的小老子 你不是说抽烟这件事 你建议吗 拿到抽一辈子了 咱也甭说那个 不让你抽是不是 咱俩得拿一个做 来 这是平提拉 你别挑 我好说好笑 都这么大醋了 没啥饿不开 行就行 不行拉倒 味儿 味儿 不辣地 咱俩 卖上没辣 好好好 这得说就行了 俩人是边吃边烙 看起来气氛在不断升温 我们的红娘决定 趁着这股热乎劲 但是单独跟网鼠聊聊 传达一下 理想过二人世界的想法 要是这点能解决了 俩人十有八九 没准能成 不二人生活吗 那不可能 外孙子是 我绝对不能离开的 他一个不招牢 你要是能上吉林 还勉强被叔叔跟你猝猝 你吉林来不了 你离不开你外孙子 他也难道 因为外孙子 毕竟二十二的纪念 他今天来得谈恋爱 得结婚 他迟早要从这里办出去的 他要是能容纳 那就可以 他要是不用纳 绝对不行 我这两外孙子是底线 就为了孙子找到太太 两外孙子都不要了 那我给丢不起那人 能看出来啊 王大哥和李大姐 都觉得对方不错 差就差在了 王大哥得照顾外孙子 不能到吉林市去 虽然外孙子都二十多岁了 自己照顾自己也啥问题都没有了 但是王大哥觉得这是一份责任 跟这比起来啊 自己的幸福永远是排在第二位的 我想这也是很多大哥大姐 一直不肯找另外一半的原因 如果让他们在自己的幸福 和家人的幸福当中做选择的话 他们往往会先考虑家人的感受 再考虑自己 但是我想说 其实家人们更希望的是你们能够幸福啊 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原来不晚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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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